继续来看新闻 玉郎中区60户有需要协助家庭的80名孩童 将从西南社区发展理事会的邻里关怀计划中受惠 邻里关怀计划延伸到玉郎中区 西南区市长刘彦玲和玉郎集选区议员洪威能出席推荐仪式 这项计划包括让孩童参与实践辅助活动 还有和青年志愿者互动交流 让孩子们从中学习 通过科学探索还有通过学习之旅 帮助他们掌握更多未来的一些技能 还有促进他们全方位的发展 让他们更有信心地通过提升自己 打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公益教育西区学院的志愿者 也为社会家庭开设课程 教导他们简单的维修技能 收益孩童还能到新加坡科学馆上辅助课程 也能参与学习计划 吸取历史和文化知识